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,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 徐凯内于公认的天花板级别人物,不仅长相帅气迷人十足演技精湛。 徐凯是模特出道转型做了演员以后,特别成功的。 不仅长相帅气迷人特别有才华和魅力的。 而且他的演技很好。 对于徐凯的印象停留在演戏攻略中,温文尔雅,一脸书眷气的贵公子感觉。 他也被大家称之为古装男神,可以说是英俊潇洒风流一表人才的。 他在演戏方面是非常有天赋和潜力的。 塑造角色能力很强的优秀青年男演员。 他是被于正鹏起来的。 关键的是他自己也特别努力,上进用心拍好每一部作品的优秀男演员。 私下的徐凯为人谦虚低调,随和脾气性格很好的。 是一个非常阳光帅气自信,乐观积极向上的大男孩形象。 是一个特别温柔善良的男人,而且有内涵的。 徐凯塑造角色能力很强的,从古装剧到现代剧都能轻松驾驭的。 可以是英俊潇洒风流的公子哥。 也可以是现代剧中的霸道总裁气质。 他不管是现代剧的扮相,还是古装剧的扮相都是非常有魅力的。 帅气逼人,让人无法拒绝他的魅力啊。 徐凯的身上有一种贵族王子气质,非常绅士儒雅翩翩公子感觉, 强大的魅力,让人忍不住想多看几眼的感觉。 徐凯多才多亿全能实力派男演员,不仅演戏方面很好, 他会唱歌跳舞,他的歌声温暖带有感情的深情演唱。 特别好听的,而且他的声音特别有磁性的。 听他唱歌是一种美好的享受恶,美貌与智慧并存,气质与高雅兼备的徐凯。 在2016年8月,徐凯签约成为欢与影视旗下的艺人, 他是于正丽捧的优秀男演员恶。 并出演了个人首部电视剧《潮歌》,这标志着他正式进入演艺圈。 此后,徐凯的演艺事业迅速发展。 他因在古装剧《演习攻略》中饰演《复查复衡》一角而获得广泛关注了。 演戏开始出道已有8年了。 是一个非常努力用心的优秀男演员。 他虽然不是专业学习表演的,但是他非常努力用心去学习表演。 在遇到表演上的问题也会虚心请教前辈们演员来提升自己的演技。 而且徐凯比较有灵气也比较聪明的。 一点就通的青年男演员。 对待工作认真负责态度,同时也是非常敬业的优秀男演员。 他心中有梦想,通过自己不断努力坚持下,他的演技也是越来越好了,人气越来越高了。 徐凯在时尚资源方面也是不错的,手里也有豪奢带颜恶,模特出道的他,是行走衣服架子,魅力四射的。 这是徐凯的经典电视剧作品《天舞记》,迷航昆仑虚拟微笑时很美,从前有座《灵剑山城欢记》。 其今朝雪英领主乐游园上时《烈火军校爱的二八定律》将近九子叶归。 你比星光美丽神兰奇遇无双珠之天摩篇风月变。 出道仅八年而已,已经拍了多部作品了。 非常敬业的优秀男演员,几乎一年内一至三部戏,工作牌得非常满。 而他的演技也是越来越好了。 刻画人物到位表演细腻,纯粹干净让人印象深刻。 非常用心走进角色内心世界代入感很强的,他把角色演活了。 看他的作品不会出戏的,是一种享受,而且他的作品口碑很好,部分作品成为经典之作了。 徐凯通过自己不断努力坚持,也得到了大家喜欢和认可,也获得了多个奖项啊。 徐凯前途无量啊,朝着顶流男演员的方向发展,肯定会越来越好的。 私下的徐凯为人谦虚低调,真诚善良人品非常好的。 经常热衷于做公益慈善事业帮助他人。 是一个三观很正优秀男演员,非常干净纯粹优秀男演员,是值得大家喜欢和关注的。 徐凯的身上不仅有贵族王子气质,还有霸道总裁气质,特别有男子气概,魅力四射的。 徐凯被大家称之为内鱼天花板级别人物,他的颜值很高。 他长了一张精致耐看的而又高级的脸。 上镜的时候更加帅气迷人。 他的五官立体有形鼻子,挺拔高鼻梁特别有魅力的,男人味十足啊。 浓眉大眼霜眼皮特别精深的,他眼神里有光,干净纯粹的眼神里充满了故事和岁月的痕迹。 他的外形硬朗身材比例很好,整体的线条感特别好,他经常运动健身保持很好。 徐凯这皆是胳膊,男人味十足啊,非常有男子气概和阳刚之气的,让人无法拒绝他的魅力。 徐凯属于穿衣显瘦,脱衣肌肉强壮满满的男人味道。 长了一张小奶狗的脸,身材属于小狼狗。 霸气威武十足呢? 行走的和尔蒙男人魅力爆棚啊,多看几眼要上头了吧。 私下的徐凯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优秀男演员,对于自己的身材管理。 是非常严格的,也被大家称之为健身运动达人呃。 徐凯是来自广州的帅哥,他的个人形象和气质特别好,模特出道自带贵族气质, 他是多少人心中白月光呢? 他的身高让人羡慕不已啊,身高,185妥妥的大长腿帅哥一眉呢, 非常阳光自信的。 他的外在条件特别好。 属于行走衣服架子,个人时尚穿搭也是魅力四射的,让人为之着迷啊。 徐凯的时尚感特别强的,特别有品味的,帅的人穿啥衣服都特别有魅力的。 徐凯可以是霸道总裁气质,也可以是非常有内涵的贵公子形象,非常绅士儒雅的。 徐凯太有魅力了吧,祝福他越来越好,爱情事业双丰收,期待更多优秀作品,加油未来可期,看好你的。 大家有喜欢徐凯的吗? 一起来看看聊聊啊,一个魅力四射的优秀男演员,是值得大家喜欢的。 你会不会感到の? 我要识了